植物提取物必須兇討服用 保健食法每天2粒,進階食法每天8粒 糖立燒能有效控制血糖,改善胰島素阻礦,延長胰島素, 以及幫助糖尿病患者回復日常生活 我們肝寶的主要功能是修復肝細胞,清肝排毒,保護肝臟健康,改善睡眠,強化肝膽,和減淡色斑 好,歡迎大家回來我們的軍事導遊節目 軍武器言,主持人是Larry 是,我是Alex 不好意思,我們久違了這個軍事節目 因為現在的交通比較混亂,很難離開時間 所以大家之前有三霸 我們不是故意響應大家三霸,所以不做節目 但是真的三霸威力,真的有差不多 交通因素 所以我們也會有影響 如果可以盡量處理,我們也會盡量處理 另外有些台務要宣佈 我們在巴勒台,我們應該做了一年鬆一點的節目 如果再加上之前,另一個台,我們也做了兩年 我們接下來會有一個新方向處理 接下來我們會自己會有一個台 我們會獨立出來 不要說是台,是YouTube Channel YouTube Channel 我們會獨立有一個運作 第一,方便我們的自主編輯 大家知道我們也會有些方向想做 接下來我們會有些新的節目 希望小弟如果能處理到,可以有多些軍事節目 Alex會有一些歷史節目 另外也會希望邀請到一些美女 會來幫大家做的節目,讓大家開心一下 那就不說太多了 大家就注意了,我們接下來有一個新台 以及我們會和大匪漢天下那邊做個聯播 所以大家也可以訂閱我們接下來的新台 以及大匪漢天下那邊 訂閱,按鈴鈴,有節目就會提醒你 記得按讚,大家明白我們有多多支持 如果今天有課金和網友 暫時就不需要在巴勒台貨金 即是在我們節目 我們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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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我們看到我們的谷歌,以及看Youtube 我們在下面討論區頂的置頂一個位置 好 通知大家好嗎? 詳情 有甚麼可以看Facebook 我們會聯絡大家 Facebook是最快的了 最快更新的資訊 好了,題目講完了,我們就盡快了好嗎? 我們就開始了 第一個要講,又是跟美國有關係的 大家知道南海 現在南海基本上 整件事先講南海和台海要綜合一起講 理論上,中國會挑釁美國南海 美國就挑釁大陸台海 所以大家都知道剛剛之前 又有一架巡洋艦駛過台灣海峽 今年第九次 我跟Alex說過有十次嗎? 第九次了 第九次 應該是準確的 十二月最後一次了 很快,收拾個劑就十次了 我們拿一次就完成了 我們的預言就成功了 起碼十次是我說的 其實我預計是十一次的 差不多一個月一次 看看未來做不做多兩次 好了,講開 大家也猜不到這個B52 未來又有些厲害的 因為AGM-158C 我們叫Larsum 這個之前寫火櫃的東西 是一個迷你飛機仔 這個東西 可以放在B1B 可以放在FA-18EF 超級大航風 原來現在還幹 連B52都可以掛 即是空軍都可以放 空軍都可以放 之前有主要 開架158C 是想要海軍用的 因為它主要是打反艦 所以是給海軍用的 對,是給海軍用的 空軍主要是爭奪空優 所以比較少這些東西 還有B1B將會都可能會退 所以B52就要頂上了 繼續 B52真的老套運作 真的要飛了8年 真的要飛了8年 看來真的要飛到2052 基本上 Larsum 接下來會配合B52去做 當然了 如果你配合B52做的話 有一點要調配 首先要有早期預警 但早期預警 跟空戰會比較有關係 如果你要打海 就盡量不要只推出AWAC 你推出P8A P8A現在的海神巡航機 是全美國最先進 或者不要說全美國 全世界最先進的反潛機 遲些可能是P8A也能安裝到158C 那就是提頓位 因為B8A也不小 但是裝這個也挺重的 737 也挺重的 怎麼擺到的 因為好像都擺了一個預測 但如果你要擺158C 那全部升級了 但你擺158C 航程馬上會短很多 是嗎 所以其實B8A要衡量 行輪究竟要行程 我猜得 不過我問 我猜得 但問題是你的系統要轉 也不是絕對問題 我想是各行程問題 它究竟想飛多久 這支東西不會比那支魚叉 這支也不輕 差不多 應該差不多 F18可以 F737不行 F18不同 始終沒有那麼長時間巡逆 一個作戰任務 但P8A是巡逆的 所以有點不同 但是這個LASM也很厲害 因為LASM可以在目標附近巡逆 所以它本身也有制空能力 美國的海軍生能報道 這個LASM遠程反艦導彈 其實原本是部署的B1B 去年2018已經提前完成了 而今年F8-18EF超級大航風 又部署完成了今年9月 其實已經有兩個機種用得了 LASM 大家知道我們說過F35的配裝 但F35還未可以 因為已經委託了 忘記了了 是不是雷神 委託了一個機構幫它做 還是挪威那間 好像是嗎 但挪威好像是另一支 挪威有設計的一個 是否放進圖裡 是另一支 會研究一支可以放進圖裡的LASM 或者是類似LASM的東西 所以現在就知道B52 如果接下來會有一個整合 這次就找Loki Martin 很奇怪 你又不是找波音去處理 可能LASM本身就是Loki Martin 所以就找他處理 要跟B52合作 看看P8A 剛剛Alex說 看看P8A會不會部署LASM 但我自己懷疑是 如果B52合作 P8A裝就不行 但P8A裝是一個戰術的玩法 很臨時性 突然間要裝 就不是常規部署 P8A也很少裝如差 正常是有 正常是有反潛的 正常是有反潛的 但不是 你敢不敢裝一下 你會發現 為何有些093B附近走 在上面嚇空它 你不浮上來我炸你 真的很恐怖 你要記得 093B這支很貴 093B的造價 大概是1億美金 所以理論上 如果你在說 我想不會少到5億美金 做一架 所以如果你沒有一架 相不相 相不相 最慘是 30億人仔 最慘的是 你不是馬上起一架出來嗎 是啊 產量很有限 你不像AVampart那樣 給錢這麼多 不行 你是想AOE那樣 當然不行 因為我們大陸 造潛艇 這個地方叫胡魯島 在渤海灣 尿寧那邊 你要做 產量都會低 所以這些國之重器 死一架就很傷 這個叫Larsum 它的Prototype Jetsum 或者我們有時候說 AGM-258 基本上用主彈體系 同一個 B52之前 可以載到12支Jetsum 因為它怎樣計 很簡單 它有4個掛架 有2個掛架就是裝有 超級巨型的複合掛架 基本上就算是放之前的一支巡弱 重翼導彈和戰斧 都是每個放6支 加起來是12支 複合 所以Larsum也是一樣 對 Larsum也是一樣 好像內部的彈倉 因為它現在裝了那個Revolver 轉轉那個 好像左輪一樣 對 然後可以加到20支 厲害 Larsum和Jetsum 因為同一個主體 所以理論上 如果Jetsum可以放到20支 Larsum也是放到20支 是相當恐怖的 是啊 但是B1B多一點 B1B只差24支 但是B1B就沒有外掛 是啊 裡面 機倉 外掛 外掛就會方便 因為外掛 因為它本身的氣動外形 始終是 比預算力快一點 所以它沒有外掛 也是 這個也對 B52部署的反艦導彈 當然也不是第一次 以前就放了這個魚叉 很多年 因為以前要巡逆太平洋 老爺級 以前是要打蘇聯 所以那時候也要巡逆 蘇聯也有一些超長程的 不會準的 超長程太不準 Tales那裡 是告石 賤石那些超長的 為什麼射幾百公里 500公里 但是你的制度是不準的 制度是不準的 完全 你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要射500公里 都要半自動 你猜的 你猜的 最重要是你的目標是動的 東南西北 我猜你去哪裡 我再射出去 它自己會找的 不過九成找不到 當然找不到 光電又不行 光電和雷彈都不行 全部都不行 終於半自動 Locky Martin說回來 B8A來 剛才Alex說了 B8A之前是安裝魚叉 AGM84D Block 1C 魚叉 接下來會上升 魚叉二營 但我猜這個NASA都不能 但可能暫時 據報都會先安裝魚叉 系統會改一些 我想它還未優先處理 優先還要處理它的航電 instead of 搞武器 其實老實 魚叉夠肉 你知道潛艇走得慢 魚叉也夠追 魚叉可以有反潛功效 亦都不需要用到什麼引營 因為我找到你 它可以發展 它可以再發展 魚叉好一點 魚叉可以射水底 這是沒問題的 但是魚叉已經做到了 魚叉已經做到了 它不浪費錢做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的敵人的潛艇都不厲害 例如中國 俄羅斯是厲害的 俄羅斯是厲害的 但魚叉也夠做了 所以不需要 始終水底目標 不能太快 你只要找到它就夠了 所以也不算 這次當然 Larsum 我們又要再提一次大家 AGM-158C 或者Larsum 首先它的功能 技術比較先進 減少了監察平台的電子訊息依賴 即是它自己是workable 可以獨立政策 獨立判斷 它本身的光學系統好 以及它本身是隱形 它本身的高爆彈頭 1000磅很重 打一架船都夠炸你的甲板 夠炸你的航母艦 所以遼寧號是相當危險的 基本上它不用炸沉 甲板全位已經夠了 炸兩個洞也死了 炸兩個洞也死了 終於用到了 還有,如果炸不拒炸 那個武器腐和油腐很大 即是中途島那些 真的立即著火爆 中途島那些日本恐腦 你正在換彈嗎? 即炸 即炸 爆了 打火機 十層樓這麼高 所以這個穿透式高爆彈頭勢 而且大家都明白它是隱形 比較隱形 沒有很隱形 所以射程大概是930公里 是 很遠的了 因為它會飛 因為它會刮牆 小型飛機 所以相當好玩 另外我們要提到F-30的計劃 好像說土耳其終於可以拜拜 是,Monkey 終於可以把它撕掉 不如撕掉 即是土耳其會被取消 會不會有什麼禍患呢? 近來好像說都找齊了PASS 即是找齊了供應器 接下來土耳其PASS可以完全不用力 而土耳其負責十幾個零件 暫時去說 他們在五角大廈那邊說 那邊那個計劃執行官 在國會做了聽證會 他們說他們的供應時間 理論上去到2020年3月之前 就會結束 很快 大家知道是一年尾 過了大概三四個月就完 因為它有些存貨 它不是你斷了就馬上沒有貨 我不會 但它說到3月的時候 結束就可以立即無縫摺一間新的 即是那間可以在做 接你的貨 即是它現在這樣說 所以就變成土耳其這邊 就是大件事 即是它不需要減產 那是不是變成土耳其那邊 要增加快點買SO35呢? 它不是想SO57嗎? SO57是嗎? 但我覺得SO35是好一點的 當然啦 蛋倉起碼 SO35是一個正式 workable的機器 SO57是用蛋倉和workable的機器 其實真的不知道 它可以放一枝卡式的Handex 很長的那枝 對啦 卡式那枝 但其實對空對地的進攻 好像不太好處 而且土耳其這件事很虧 它自己要做第五個戰機 對呀 它自己做的那一部叫TFX 對呀 打算在F3那裡套料 但現在套不了 你看BAE給了多少 但我懷疑 如果它再得罪美國 BAE就會退出 對呀 現在跟你玩TFX 風頭火勢 對呀 我最近看消息 歐盟又勸英國要圍堵中國 對呀 這叫它沒有乖乖地 對呀 對呀 我看到這段消息 對呀 如果這樣說 是否BAE應該越前退 也有機會的 有一個warning在這裏 所以這都幾危 中俄都是比較有敏感 因為是比較有敏感的時候 以下有少少美國那邊的國策 所以這個就需要大家留意 好這隻來到這裏 植物提取物必須要空土服用 補健食法是每天兩粒 進階食法是每天八粒 健康四小補 可以令環症細胞自滅 阻止擴散 抑制環症基因活化和預防病變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硬 男士又有中年危機 地中海的煩惱 找對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毛囊 控油去屍 固法 欲法 防脫法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